犹如莲花不住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 刚刚得到消息 无心出现在了淤田国 唐莲到九龙四了 到了 我已经传书给唐莲了 他看到传书 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这下的是什么鬼 雪月城里 你练你的剑 我酿我的酒 这棋 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 我要传你的这门武功 不需要什么基础 我要教你的是 心魔移 前面再过无礼 就是于田国 这一次可不能被雪月城抢了去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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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终于 下转 声音 下转 冷笑激昂青春 它是我岁月丰人 天涯领域尽索能是你我 并肩有一生 看了那么久 还没看完 信上到底写了什么 只有四个字 阿弥陀佛 不是这四个字 汤兄 小僧只是呼声佛号罢了 是我走神了 只是师尊写的那四个字 我看不懂 哪四个字 平心而动 平心而动 这还不简单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乌禅大师 这平心而动 在佛家可有解释 佛曰 随心 随性 随缘 还不是和我说的一样 对了 吴禅大师 一直没有问你 吴欣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僧很小的时候 就随大绝尘时 离开寒水寺了 之后 同吴欣十弟 甚少见面 了解不深 只是幼时有一件事 至今印象深刻 这就是金刚浮魔神通 吴欣十弟 只是浮魔之心如此之重 与魔又有何意 呃 除魔味道 本来不就是应该的吗 除魔 是杀尽烦恼之魔 当初的 不是外魔 是心中之魔 若不是大师亲眼 我不能相信 这是一个五岁幼童 所能说出来的话 我自小出生在塘门 门归森严 十二岁前 在内防六门 修习心法读书 十六岁时 练成外防三十二名 所有按期守法 十七岁时 来到雪月城 拜师尊为师 至今已有六年 这二十三年间的事 仿佛都是既定好的 我只需要完成几个 平心而动 我不明白 不就是平心而动吗 有什么好琢磨的 师兄 你慢慢想 本姑娘要去睡觉了 大伙 我们走 明日便要启程去于天国了 若见到令师弟 吴禅大师 您会如何做 平心而动 平心而动 堂兄慢想 小僧 要去睡觉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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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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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便是你的心了 我觉得 无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更何况在马车上 他也算是救过我们 不过 他毕竟是魔教的少宗主 更何况 你呀 就是想的太多了 这么瞻前过后的 哪里有个少年郎的样子 想不通 就先不要想了 明日 我就回三谷城了 那你一路上想 你一路上想 也要小心啊 和尚 和尚 他们来了 三百和尚 黄山送经 都比皇家的祭天大点 更多了几分茶 进去 那是什么 对吧 没什么 这就是传说中的舍利 舍利 有一些高僧 作画之后 金火焚烧 仍有珍珠般的物体 不容不灭 变成舍利 每一颗舍利都很珍贵 是佛家的寿命 老和尚他死了以后 身体瞬间沉灭 但在那灰烬之中 还留了这一颗舍利 我便想 将这舍利 带回这于天国 老和尚生前回不来 死后 我便带他回来 这里是寒水寺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就是他 叶鼎芝的儿子 叶鼎芝杀我族人 今日 我便让他的儿子血债血偿 上 是 是忘忧 汗水寺的高僧 你怎么在桌里 因为 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呢 傻孩子 傻孩子 你来这儿做什么 师父 我哭 你早该回家去了 来这个地方 做什么呀 五心的家 真是寒水死 傻孩子 寒水寺 只是你暂时齐夕的一个地方 如今 你已经长大了 该回自己的家了 你的家 在一个自由的地方 是方外之境 天外之天 师父 你从哪里也不去 你才只想会害死 你真是个傻孩子 也只有那些人觉得 你会成为这颠覆天下的火种 师父 你确实在 确实在不惜的命 其实 我一直觉得我们并不是师徒 只是相互陪伴着 走过了一段路罢了 如今 我的路已经走完了 剩下的路 便只能靠你自己走下去了 就能靠你自己走下去了 从心里 请我回头 不信 今次是不安生 师兄 你说这无心到底想做什么呀 那么多人追他 他还不赶紧躲起来 还弄出那么大风景 他这不是在找死吗 听 听声音 似乎是在做超度的法事 嗯 超度 他想超度谁啊 那 那是什么 这是 佛门六通中的漏进通 那邪僧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 加快速度 驾 驾 驾 漏进通 那是什么 佛门六神通中 有一门叫漏进通 人虽死 这些人的天 我认为 他们的宅 是 有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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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 师父不是魔 无心师弟也不是魔 平心而动 平心而动 我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了 平心而动 平心而动 走吧 这个时候 就别装出那副白衣圣雪的样子了 刚才我们可都看到了 本想着 做一个完事不公 又孤傲于世的神仙和尚 可没想到 一个老和尚 我前人都舍不得 失策呀失策 但老和尚也说了 前面的路 还得自己走 忘忧大师佛法奥妙 但有句话 说得不对 剩下的路 到底不是你一个人走 可不可以 还有我们啊 我们一起走 吹风夸语笑惊奇 双雪不吻泪欲细 悲花醉将断隔壁 秋秋茂路青涩不可及 红乎战士苍茫之虚语 无所谓 铭格错综不拒 破天际 几天词的谜题 师傅 我曾经以来 只有您在心里 我夜安时才能有一时心 所以 这一路我带着您的舍运 假装您未曾真的理解 不过 现在我认识了两个好兄弟 前路算是寻醒 但你他们在身边 我相信 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 你放心吧 是 老和尚早就说过 幕后爆料 神秘设定 高金碧纸等独家福利 都在官方微信里 这是施主的福利 施主扫码关注 即可领取 没事 金刚锅 年华 本相罗汉镇 果然迷不虚重 无心用 言过来说 并不是 是秘书 你要何必逼老呢 你当作什么事 优优优优独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